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玉西摇摇头说道 不想睡 就想跟你说说话 东华帝君说道 好 你想说什么 玉西问道 什么都可以 嘿嘿 东华你说 如果将来滚滚将来真的看上完姐姐的孩子了 你会如何 东华帝君叹了口气说道 如何 我能如何 他看上了就看上了 取了便是 还能如何 按而不得 他父亲尝过了 他就无需尝了 玉西问道 东华 你不是不要跟完姐姐做亲家吗 东华帝君说道 呵呵 他不够闹痛了些 罢了 大是大非还是可以分得清的 无妨 我们回来了 圆圆也带回来了 桃林里回荡着白真和哲言的笑声 这或许是一种提示吧 他们回来了 我们去看看吧 玉西起身 拉着东华帝君站了起来 东华帝君应道 嗯 去看看 只看见 一粉一白 怀里抱了个紫色 飞了过来 稳稳地落地说道 我们回来了 父君 母妃 小家伙玩得累了些 玉西接过来 直接趴到了尖头休息了 正好 天色不早了 我们也要回太成宫去了 玉西略微渐身示意道 白真说道 嗯 那我们就不强留了 以后多带圆圆过来玩玩救世 这个自然 东华帝君点头微笑 帝君 小九 慢走 圆圆 再见了 白真摸了摸圆圆的脑袋 玉西说道 四叔 折眼我们走了 好 玉西和东华帝君带着玩累了的滚滚 腾上了云头 飞向了九重天阙去了 待二人回到太成宫的时候 已经满天烦心 重灵后在大厅见东华帝君和玉西回来了 尖头趴着圆圆 赶忙上前去行礼道 重灵见过帝君 帝后 免礼 赶紧带圆圆去休息吧 玉西轻轻地将尖头的圆圆 慢慢递到重灵先关的手中说道 今日她完累了 带她去稍微梳洗一下 让她好好睡吧 是 帝后 重灵接过圆圆 便带着她去了玉西殿休息去了 重灵抱着滚滚走了过后 玉西也送了口气 今日还真是有些累了 转身对东华帝君说道 东华 我们也早些休息吧 我今日有些累了 东华帝君说道 好 那就早些休息吧 东华帝君牵着玉西回了请殿 利落地收拾下 便各自安整了 一日 东华帝君晨起准备去书房处理日常事务时 玉西感觉到了动静也跟着起了身 东华帝君本打算让她再睡惠儿的 谁料被玉西果断地拒绝了 东华帝君说道 希儿 时间上早 你再休息惠儿 不了 玉西边整理自己 边说道 还去衣橱取了地后的衣衫 与东华帝君的衣衫是配套的 继续说道 我昨日已经说过了 我要向你学习的啊 玉西冲着东华帝君笑了笑 说道 你也快点吧 免得让仲仙家久等了 我以为你就说说而已 东华帝君倒是觉得意外了些 青秋女君说话一言九鼎 怎会只是说说而已 玉西严肃了起来 好好好 走吧 去书房 东华帝君说道 嗯 走吧 玉西应道 东华帝君牵着玉西离开了请殿 静止去了书房 太成功书房内 众位仙家已经在等候 司命也在一旁候着 东华帝君和玉西走了进来 众仙家和众林行礼道 成等拜见帝君 帝后 玉西松开了东华帝君的手 绕到了侧面的岸边 安静地坐了下来 东华帝君直接看了看玉西 直接去了正位边坐了下来 丛林地上今日要商议之事 东华帝君抬手接了过去 还望瞭望玉西的方向 看着他表情认真而又严肃 东华帝君禁不住笑了笑 惹得众仙们都疑惑不已 有的甚至开始交头接耳 几没弄眼的都出现了 嗨嗨嗨嗨 东华帝君轻嗨了几声 便开始了正事 东华帝君今日讲的格外细致了些 估计是因为玉西在场吧 玉西呢 听得也仔细 还不是做着笔记 分来认真 时间不知不觉都已经过去了两个时辰了 东华帝君这边也讲完了 玉西那里也记录完了 仲仙家退出去 丛林也跟着出去了 书房内还留下了东华帝君和玉西二人 东华帝君慢慢起身 玉西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东华帝君正慢慢走了过来 还在研究着刚才的笔记 双眉紧咒 还不时动笔写了些什么 希儿 已经好些时候了 些惠儿吧 东华帝君在玉西身边坐了下来 拿开了他手中的笔 哎呀 你干嘛 我刚刚想好怎么解释你说的那句话 你快把笔给我 玉西有些着急的说道 消息惠儿 东华帝君又重复了一遍 不行 我怕我会忘记 玉西拒绝道 消息 东华帝君严肃了些 玉西应该是听出了东华帝君的语气不大对了 才抬起头望着东华帝君 讨好试的笑了笑 好好好 我休息惠儿 不过我今日倒真是听出点东西来了 我稀里糊涂的就接了东华女君的位置 从前学堂里也没有学到什么 家里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教过我改 如何当一个合格的女君 君子在你这里倒是真正切切地学到了点东西 东华 谢谢你 玉西有些手舞足蹈 居然上手捏了捏东华帝君的脸颊 让东华帝君有些措手不及 玉西见东华帝君的表情 才反应过来 刚才的动作似乎有些不妥 不好意思地笑了 嗯 学到东西就好 不然估计你要和滚滚和圆圆一起去学堂了 东华帝君也回手捏了捏玉西的脸颊 知道了 我会用心的 玉西吐吐舌头说道 以后你的书房分我一半 可好 汐儿这是打算发奋图强了 东华帝君问道 玉西一听就不乐意了 说道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没有开玩笑 你再如此说我便搬回青秋 在青秋办公 你自己住在这开城宫 过你的清静日子 你这是威胁你的夫君吗 东华帝君问道 玉西说道 我可不敢 我管不了你 我管得了我自己 和我儿子女儿 我带着儿子和女儿回青秋住去 你总管不了吧 东华帝君说道 那我也去 玉西嘴一都说道 看我心情 东华帝君问道 好了 听你的 你想学什么 有什么不懂的 需要问的 我都亲郎相受可好 玉西转脸就笑了起来 说道 如此甚好 嗯 那明日便回青秋住吧 我们一起 我已经交代了仲林 简单她处理 拿不准的她会将证物送至青秋于我 真的吗 玉西觉得这效率有点高 难以适应 东华帝君点点头说道 嗯 明日就去 好 那我也让仲林收拾收拾 带人人回青秋 玉西又重新取回了笔 说道 不过现在我要先把这点东西写完 你旁边休息休息吧 我等一下给你做好吃的 玉西挥了挥手 示意东华帝君边上休息去 看着玉西如此认真的模样 东华帝君也是无奈 只得乖乖地坐到一边 喝杯茶 等着玉西 一住香后 玉西也记完了笔记 起身去了厂房做好了点心 与东华帝君一起吃过后 抬手撕裂了一个空间后 就和东华帝君 凤与陈烟进入了空间门 而空间门失去了玉西先法的支撑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同小影子 going up to the next one